那所以天法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工具 就像屠龙刀问题 就像那个屠龙刀一样 倚天剑一样 我虽然有满身的内功 然后我也知道太极拳的心法之类的 我懂我那些都很会 但是如果我可以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那所以我如果有一个很棒的工具的话 我是不是我的功力会大增 我的能够运用的效果会加倍 所以CAMMA就是如同一个 倚天剑屠龙刀一个这样的存在 那所以作为一个工具呢 既然它是一个工具 那我们就要回归到工具的思考 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的选择有哪些 我挑一个我可以用 或者是学生会用的最佳的工具 但是我会告诉他 你永远会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不要被制约 你不要只告诉学生一个工具 然后他也不知道外面有其他的工具 然后他就一辈子用你的工具 那搞不好三年五年之后会有一个更厉害的 比如说CHAT GPT的加入这个CAMMA之后 又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那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世界很大 你永远可以有新的选择 那选择你最适用最好用最简单好用的工具 会对你最有帮助 所以我知道我要剪纸 我会去拿剪刀 我知道我要剁肉 我会去拿菜刀 所以总是有一项工具 可以简单完美的应付我的需求 但是工具会因应时空而有所不同 但是我不会做的一件事是 我不会买了这把刀 就去研究如何穷尽这把刀的所有技能 然后用这个刀来剁肉 来剪纸 来剪头发 来折衣服 来打电脑 不可能 所以除非我这一辈子就只有剩这把刀 那我才会想要去穷尽他的各种用法 所以这是一个工具的一个 跟我们人要解决一个工具 解决一个问题 所要挑选工具的一个应用的思考 所以各位 刚刚这个很重要 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你要怎么成功的一个真理 或者是说不要讲到真理那么伟大 他的一个规律 你按照这个方式做 他可以成功 你按照这个方式教学生 他可以成功 可以达到课纲的核心要求 所以你知道这一件事情 你的方向就永远 你的心里面 你的后设认知 你要一直把这个东西 keep在你的脑袋里面 keep在你的心里面 你在上你任何课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这个方向是对的 你永远要知道这一件事情 永远要去观察这一件事 那至于你上课哪些内容 你是语文老师 你要教的是语文 你就根据那个内容 去配合你的教材教法 然后看看语文课 有没有很棒的工具 比如说新制图 比如说Canva 这个都是你那一个课 也很好用的工具 你就可以把它应用进来 然后加上你自己的策略之后 你会形成你自己的一套 思考的模式 形成你自己一套 教学推动的模式 这个才是真正对你有用的东西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所以你听完今天听完我的方法之后 你要去产生你自己的方法 因为我们两个时空背景不同 我会的你也不一定会 我的思考你也不一定一样 那所以你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了这些规律 知道了这些成功的法则 知道了这些理论方向 知道了有这些工具之后 你必须要结合你自己的经验 结合你会的一些东西 去做一些修正 做一些修正 那所以你就会产生出你自己的心法 那个才是最好用 你才会一直用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今天有讲到一个黄金圈理论 对不对 各位除了 除了我刚刚讲那个咖啡的那一张简报之外 其实我这整套简报里面就有隐藏的黄金圈在里面 整套简报啊 那这个有讲真答是 请各位用任何方式 不管你用LINE还是用脸书 还是在那个CAMMA那个社团里面 直接写 你能够很明确的跟我讲 我这一套简报 用了黄金圈是用在哪里 如果答案正确 或者是甚至看法比我更厉害的 那我也会把我的咖啡豆寄给你 但是没有办法很多啦 我只能可能就是跟刚刚的那个问卷 联合在一起 我大概只能选出三五位 三五位 那如果实在大家的心得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就列表起来 我慢慢轰慢慢寄好不好 那反正各位是同好 有心得最重要 有收获最重要 那最后最后一件事 虽然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公益的演讲 但是因为我刚好 我们花莲县有那个道效服务 我刚好被分配到那个第四项 就是跟教学有关的资讯融入应用 那请各位就顺便帮我填一下好了 帮我做做业绩 让他们有一点KPI 那请各位在选那个项目的时候 选第四大项的一二三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就刚好跟第四大项的一二三是有关系的 那就请各位帮我填一下 那我今天的课其实就上到这边 那中间跟Canva有比较有关的 我有特别再说明了一下 那我现在来回答那个通讯列上面的问题 一号 我刚好看耶 我给你看 yea 我现在来到西兺的一个宫员